我感觉腿儿像喝多咖啡那种无力的嘚子 嗨 大家好 我是德国大伟 现在我们在车上准备要去家庭医生那儿 去打我的第三针疫苗 那今天我就带大家看看 德国的家庭医生是什么样 其实家庭医生就跟国内的社区诊所差不多 他管这一片居民的大小问题 比如头疼脑热肚骨疼这种小毛病 要是比如大毛病来说 你的手可能锁了一下 那到他那儿给你开一个转接单 他就给你转接到顾客了 然后你手长个东西了 那给你开一个转接单 你就直接到皮肤科了 家庭医生真的很灵活 就是开转接单 一般某一个城市来说 会有几个家庭医生 那都是分区域的 当然只有在这个家庭医生诊所里 注册过的人才可以去他的看病 否则不接待 他们呢也会有一定的名额 比如说我今年有一百个名额 你是第一百零一个去的 那人说不好意思 我们这满了 不收了 就是这样 我前两针疫苗都是在疫苗中心打的 那第三针呢 是可以在家庭医生这打 马上到了 这个就是家庭医生的办公场所 但是我对家庭医生的办公场所 这是我剪脱 当头是错最少 也是一次最高级的针所 不不不 moment 即将打针呢 我的手开始抖疼了 手开始冒虚化 我最害怕就打针 I'm also Austin I'm also I'm also 依靠这个室 三举 这里盖森的用品 这边哪里找得到 这边拿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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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所以,我待會15分鐘 我們會跟醫生嗎 你們要跟醫生嗎 我們需要醫療去休息 我們需要醫療去休息 打完针,贴个窗户贴,就完成了 第三个地面终于打完了 我需要等15分钟,看看情况 这会儿就是处置室,真的是房间 我在走上这个椅子,一个椅子上 坐,坐着等15分钟 然后,有点咳嗽什么的 大夫也不管说 或者说,让我们自己去药房 有点咳嗽药了,想什么药 自己看一下,自己拍样 这就是德国医生这边 故意这边人也挺多,可能忙的事吧 没有因为这咳嗽欲 这个家庭医生是我们来德国以来 经历过几个家庭医生当中 比较有品味的 因为他家装修都是以木头为主 在这边木头装修都是比较贵的 就连他那个地板呢,都是木头装修 现在在这已经坐了8分钟了 我感觉腿儿像喝多咖啡那种无力的得子 我老公说我是心里所有 还有7分钟 我到点了,15分钟了,所以穿牛肚走了 你现在感觉着啊? 我现在好点了,没上海 想回去喝点酒呀,还要经常好 真好 大家看到了吧,这种家庭医生都是在自己的房子 或者是租的房子 如果在大城市里可能就是租的几个房间 都从飞幅过来的,人都旅游了我跟你说 现在飞飘这么难买 哪儿啊? 你看这儿,沙子 旁边的车你看到麻去呢 这都是沙拉,沙漠过来沙子 现在机票这么难买 咱们过一阵,不就要去沙了沙漠旁边 对吧,溜达溜达,捋捋游 就来这儿 有西班牙铁流 来这儿几年了,还没出去捋过游 哎呀,各种事儿耽误了 本来来这儿之前说想年年回中国溜达 然后呢,疫情也溜达不了了 像家庭医生这块,就一个医生 就是他自己,来治疗所有的病人 在德国,儿童是有儿童医生 女的那妇科问题是由妇女医生负责 你看我这个家庭医生这块,人还挺多 我觉得啊,这个医生还算比较专业一些吧 比以前我看那个医生要好一些 他这应该是祖传的 他有一个照片,是一个黑白照 是旁边应该是他的父亲 只需要带来我早医生 早就不是我是医生 但是我已经不干了 现在我们就开车回家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